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这上面有一个银色的扣子 不是那种很亮的 我觉得还是挺复古的 它这个皮带的宽度呢 我觉得正好不粗也不细 而且很利索 很好搭配衣服 穿任何衣服呢 戴这条皮带都可以 接下来我想说的呢 就是优衣库的这件人造丝的黑色的衬衫 它非常的贴合衣服 穿上很舒服 而且它是easycare 就是很好去护理 我看它说明上说直接放到洗衣机 然后放到轻柔的模式就可以了 而且它很难就是有皱纹 我觉得它穿上就显得非常的知性 很酷 如果这儿再带一个颈链的话 就也很女人 就很好看的一件 下面呢 我要说的就是 就是现在穿着这件衬衫 其实我里面还穿了一个保暖内衣 这件保暖衣呢 也是优衣库的 我也是前两天觉得我买的几件毛衣有点渣 但是呢 我里头套的秋衣呢 就是会露这个领子就很尴尬 它就是特别贴合这个皮肤 就很素形 它里面有一点 有一点点这种小绒绒 就贴合着皮肤 就是还挺舒服的 它领子可以就是自己挑 有小领 有大领 我还是比较喜欢大领的 有些微领的毛衣 可能会比较渣的 我套上这件也是完全露不出来 这件真的很保暖 就是我在屋里头穿一件毛衣非常冷 但是我穿这件在屋里就不会冷 它真的很有保暖的功效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 然后接下来呢 还是一件优衣库的东西 就是这个百分之百Cashmare的围巾 50刀左右吧 就完全是百分之百纯羊绒的 摸着非常非常的柔软 卖的时候它是折的整整齐齐的 但是我是到家之后把它打开 然后重新整理了一下 让它这个尾部 就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 然后攒下来就看着比较舒服 浅灰色的 也很百搭 很提亮肤色 我觉得真的是物超所值的 下面一件衣服呢 也是优衣库的这个超清羽绒服 这个羽绒服好像是大家就是新出的 这件不同之处呢 是在于它的领子是这种圆领 就是它这个圆领就是在毛衣外面 然后并且在大衣里面就非常好隐藏 就这样穿上 看不出来你里头好像穿了一件衣服 就起到这种隐形又保暖的作用 这件羽绒服呢 也是那种超清羽绒服 我觉得它穿在外头其实也挺好看的 我给里面搭配一个就是白色的高领毛衣 然后下面配黑色的裤子或者白裤子都可以 都很好看 就显得你这一身非常的运动和休闲 下一件呢 我想推荐的就是 这一款男式的舒服的小西服 这西服是给我老公买的 因为我老公他下周就有一个年会 然后我老公就很不太喜欢穿那种比较勒着他的这种衣服 我们这次就是在优衣库找到了这件小西服 穿上之后显得还是很正式的 正式里头带着一种休闲 就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觉的 我很喜欢 他也很喜欢 我让他就是在里面呢 配一个超领的或者是圆领的这种 深色的羊毛衫 就是穿上也很舒服 这两个我觉得搭配在一起呢 既休闲又有一种就是精心准备的感觉 西服呢 60刀 再加上这件羊毛衫 这个40刀 就是两件就是100刀的东西 就是穿起来又很体面 就很好 我这次呢在ZARA买了一双鞋 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双鞋是这样呢 就是它的根是这种粗根 并且它是有一点就是反光的这种亮色的 觉得它包脚踝包的还挺紧的 我的脚踝并不细 但是它这样包起来 然后并且这儿形成一种这种纹路的时候 就显得我脚踝特别特别的细 穿上裤子就显得我腿又细又长 所以鞋我还真的是很推荐的 它前部呢也是这种 这儿有一条线 然后这条线也是练在摄像头的 视觉效果就是觉得这个腿部线条延伸到前面 而且穿上特别好走 就一点都不累 可以逛街 这双鞋49刀 外形好搭配 但是我也知道49刀是不可能买到真皮的这种靴子的 就可能它是稍微有点不太透气 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刮纹 但是就在冬天凹造型买这么一双靴子 就是已经是很值了 下面呢就是我想推荐一个就是这件羊毛的大衣 它是从Aresia这个品牌买的 这个品牌是一个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个品牌 它旗下有很多子品牌 这个品牌呢是Vail Freight 这件大衣呢长度就是很好 因为我身高并不是很高 它正好到我的膝盖以上 人的个子还算就是比较高的 这件大衣呢它是这种奶白色 就是上面有这种灰色的这种小条纹 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温柔很成熟 就显得皮肤很白 并且呢就是很好搭配衣服 我也查了一下它确实是百分之百的纯羊毛 就是感觉二百刀拿下来还是挺值的 而且最近它家有一些活动 有一件长款的就是比这件大衣还要长的一件衣服 打完折一百刀我当真心就碎了 不过我也不后悔买了它 我还是很喜欢它 OK今天呢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我介绍这周比较划算的这些衣服 包括最后一件我也觉得挺好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可以给我点一个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或者给我留言也非常欢迎 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你的观看拜拜